奴才该死 你 你 你反了天了你 燕茂卿南下巡言 共计收入五百三十万两白银 其中二百三十万上交国库 一百万交给了嘉靖皇帝用作私房钱 另外两百万则流进了燕茂卿和严世凡的腰包 敢把手伸进嘉靖皇帝的钱包 燕党的末日到底来了 只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防止燕党转移赃款 嘉靖皇帝决定先稳住他们 等待正月十五再予以翼王打进 为了稳住燕党 嘉靖皇帝决定先让郑府司 将无关紧要的齐大柱 年前正罚 只是这个命令的传达 嘉靖皇帝另有安排 得罪朕儿子的时间 你就不要管了 郑府司由陈宏管 让陈宏去办 对于吕方 嘉靖皇帝还是讲感情的 对于陈宏 嘉靖皇帝从未信任 只是利用他的一个狠字 仅字而已 很明显 此时的嘉靖皇帝开始为吕方安排后路了 这道命令以后 嘉靖皇帝再次下令 阎宏现在该在等朕传旨了 把他 还有续接 都交来 将君臣一心用在嘉靖皇帝和阎宏的身上 虽然不太合适 但嘉靖皇帝正在审计严款账策 不管是褒奖还是质问 阎宏知道嘉靖皇帝必有召见 只是阎宏尚不知道 阎宏卿和阎世凡 贪占严款二百万两的内勤 所以 他猜错了嘉靖皇帝深夜召见的真正目的 召见阎宏 是嘉靖皇帝需要演绎出安抚的好戏 只是 嘉靖皇帝想要安抚阎宏 为何还要叫上徐接呢 两个目的 其一 杀鸡仅侯 其二 用作衬托 阎宏和徐接赶到精神以后 嘉靖皇帝下令自作 这一次 甚至用上了下面生了火盆的红木凳子 既然要安抚阎党 稳住阎党 这种以示恩宠的小细节 嘉靖皇帝自然不会放过 只是 这种待遇太高 而且嘉靖皇帝最厌烦的 就是烟火器 徐接先给出了表示 皇上精舍里的烟火器不能太重 臣党不能坏了天归 绿公公 还是搬出去吧 其实 此事的徐接肯定在想 给予了这么大的恩赐 加进皇帝这又是干嘛 是不是又要来一处安抚清流 推崇严党的平衡好心 严松自然也要有所表示 皇上如此恩宠 臣等实难销售 皇上 还是有话直说吧 这把热凳子可不好做呀 来看嘉靖皇帝的回应 巴士多了 这么晚从被窝里揪出来 这也不忍心啊 都做吧 注意 这句话很明显是说给严松听的 嘉靖皇帝甚至都没搭理徐接 如果徐接有足够的敏感性 也就能从这句话中 窥探到 嘉靖皇帝深夜召见的真正目的 这次会议的主角不是徐接 而是严松 好了 客套完以后 嘉靖皇帝开始进入到表演时间 直接问到了正事 这不像是嘉靖皇帝的惯有风格 但今天的召见和往日有所不同 嘉靖皇帝是要麻痹严松 稳住严松的 徐接回答道 既然大家都知道这笔钱了 嘉靖皇帝就有理由予以表扬了 这句话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告诉严松 国库亏空 朕缺钱 还是你行 朕还会继续给予信任和义重 安抚麻痹的意思出来了 有了嘉靖皇帝的这句话 徐接又顺势奉上了一通彩虹屁 皇上妙愁有方 八月派了燕茂青南下巡言 要不今年 臣真不知道 这个年怎么过了 奉承了皇上 碰高了严松 贬低了自己 谨慎小心是徐接的一贯的围观风格 但要说拍马屁的功夫 徐格老也是宗师级别的高手啊 只是嘉靖皇帝并没有安受徐接的这个马屁 而是给予了博治 朕的妙愁也不是兜领 抓了杨金水 派了个赵真菊学监管江南制造局 快年底了 五十万匹丝绸还没有支出一半 徐格老 朕看你这个学生 本事也平常啊 现在你明白嘉靖皇帝 要安抚麻痹严松 为什么非要叫上徐接了吧 单纯表示对严松的信任和恩宠 太过突兀 甚至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 可如果安抚严松的同时 再顺带敲打和训斥一下徐接 着重严党贬低清流党的戏码 才算合情合理 才更能让人信服 爱批评了 徐接赶紧请罪 是臣督促不立 臣明日就发吉利 严催赵真吉 所以说挨领导批评的时候 千万别想着解释 更别急着推卸责任 先把错认了 再赶紧想办法弥补过错 才是正确选择 谁有错 谁没错 领导心里最清楚 批评谁 包庇谁 领导心里更清楚 他想批评你 你解释也没用 他想包庇你 你不解释也没事 所以认错就是别解释 但徐接今天面对的情况 又和往日大不相同 说白了 此时的徐接就是一个 嘉靖皇帝 故意打击的阵途 目的在于麻痹言松 所以 不管徐接 给予何种回答 嘉靖皇帝 都会给予反驳 继续训斥 好了 嘉靖皇帝 引起了 严党的关键人物 胡宗宪 东南的窝患 已经彻底清除 胡宗宪 已经变成了 可有可无之人 严松此时最担心的 就是嘉靖皇帝 对于胡宗宪的态度 继续重用胡宗宪 就能说明 严党的地位还很稳固 如果就此将 胡宗宪放置一边 那就说明 严党危险了 说白了 此时的胡宗宪 已经成了严松 判断嘉靖皇帝 导言态度的风向标 来看徐接的回答 回皇上 沈医师当时死了 是郑碧昌 何茂财 找来的这几个人 何茂财 郑碧昌 都已经死了 账总不能 记在死人头上吧 好了 嘉靖皇帝的态度 进一步明确了 是 这件事 明日臣 一并在公文里追问 让赵真吉 明白回话 接下来 嘉靖皇帝 开始将重点 放在了胡宗宪的身上 胡宗宪的病 养得怎么样了 这句话自然是问向严松的 但却又并没有说明 甚至连点眼神的暗示都没有 严松只能先问清楚 回皇上 可是在问臣 嘉靖皇帝这才给予了较为明显的问话 胡宗宪是你的学生 他应该要信给你 这就是嘉靖皇帝的另一招 严党诸多罪行在前 如果恩宠和信任表现得太过明显 严松自然轻声怀疑 所以 嘉靖皇帝才会有如此漠视表现 欲擒故纵 嘉靖皇帝这招玩得高明 来看严松的回答 这段话 严松表达了两个意思 其一 我和胡宗宪之间 并没有出现交往过密的情况 其二 胡宗宪积劳成疾 恐怕难挑重担了 愿是嘉靖皇帝忌惮的重要角色 愿是不能用其给嘉靖皇帝施压 那叫威胁 那叫找死 接着 嘉靖皇帝开始明确自己对胡宗宪的态度 胡宗宪是有大功劳的人 写封信给他吧 叫他呢 一是好好养病 二 管管自己的本家 不要再掺和江南制造局的事情 除了事情 面子上不好看 嘉靖皇帝的这段话表达了三个意思 其一 胡宗宪功勋卓著 朕没忘 其二 让胡宗宪赶紧养好病 朕还要重用 其三 让胡宗宪扫清自己身上的脏水 别留小辫子 这三层意思合起来 就是要告诉严松 别担心 朕还是会重用胡宗宪 还是会重用严党 用胡宗宪稳住严松的戏码完成了 嘉靖皇帝开始引出另一个人物 海瑞 朕上次跟你们说过 各人的儿子 各人的弟子 各人都管好 比方纯安那个支县海瑞 这一次又给朕出难题了 要朕将纯安县百姓 今年借制造局的粮债全免了 还要朕免去纯安前县三年的赋税 他爱民 要朝廷出钱 朕也只能认了 现在有人出来替他说话了 还要生他为支州 可他自己却提出来 愿意到江西的分仪去当支县 赵真吉准了他的请 请朕准他去分仪 分仪是严格老的老家 他们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注意嘉靖皇帝的这句问话 问的是他们这样做的意思 这说明嘉靖皇帝问的是赵真吉 乃至赵真吉背后的清流党 并不是主动请求前往分仪任职的海瑞 这说明嘉靖皇帝已经认定海瑞前往分仪任职 就是清流党专门针对严嵩的打算 如此直白明确的问话 严嵩心里稳了 徐杰心里慌了 回皇上 这件事 臣并不知道 嘉靖皇帝的问题 徐杰无法回答 只能装糊涂 接着 嘉靖皇帝又问及了严嵩 严嵩一时片刻哪里知道 嘉靖皇帝此时突然拿起这把双刃剑是何用意 好在二十年来这样的应对也不知多少次了 便只是依然以不变应万变顺着嘉靖皇帝的话答道 帅徒制宾莫非王臣 皇上让谁去哪里认知 就该去哪里认知 这个海瑞真要是个清官 能到臣的老家去认知 那于是臣老家百姓的福气 两个意思 其一 嘉靖皇帝才是掌握大明王朝最高人事权力的扛霸子 其二 自己的家乡如果能派去一个清官 我自然乐意 不管任何时候 严嵩永远把嘉靖皇帝放在第一位 永远给嘉靖皇帝留足了脸 这一点徐杰高拱张居正永远学不来 接着 嘉靖皇帝开始叫来另一个关键人物 朱祁 一个掌握了通窝大案内幕的锦衣卫 嘉靖皇帝和朱祁之间的对话 我们选择几处关键予以说明 朕这里有人上本 说是海瑞放了他 您知道是通窝的人 海瑞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回万岁爷 奴才们查问过 海瑞当时认为 这个人通窝没有证据 那个窝贼头子警商 什么狼的都招供了 这还不是证据 那个窝贼头子叫警商十四郎 去与这次抓的齐大柱 在兴安江船上拿粮食换生丝 因此被官兵给抓了 那海瑞认为 仅凭这件事 不足以证明齐大柱通窝 你们查了吗 回万岁爷 奴才也曾去查过 可那个警商十四郎 被何茂财的 涅丝衙门的人带走之后 便无消息 奴才们因此也查不下去了 那你认为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通窝情势 海瑞与这件事 到底有没有关联 哑了喉喽 该一怎么说就怎么说 明白回话 据奴才办案多年的阅历 齐大柱绝不像是通窝的人 还有海瑞 他是于今年六月初三 从福建到的杭州 六月初六到的淳安 从不认识齐大柱 纵算齐大柱 有通窝情势 海瑞也不知道 齐大柱到底有没有通窝 海瑞又为何会释放齐大柱 嘉靖皇帝早在浙江上城的 供词中详细了解 他之所以如此逼问朱七 就是想坐实齐大柱的通窝罪行 顺着颜松和颜世凡的期望 推进事态的发展 目的还是一样 暂时麻痹颜松 麻痹延党 只是朱七到底有着狭义之心 不愿平白冤枉了齐大柱和海瑞 并未顺着嘉靖皇帝的意思回话 话不能再继续问下去了 嘉靖皇帝只能前刚独断 粗暴予以定心 不知道就敢放人 朕看朕福斯这个衙门 你们也该好好整治整治了 这个朱七 人称七也 你们在朕的面前夸得如何了得 现在都看到了 一个这样的案子都弄不明白 还帮着铜窝的人说情 这一位是拿人的 案子神都没神 你凭什么就这样把这个案子定了 回话 谁在你那里说了情了 接着 大明王朝的另一出名场面出现了 朱七大呼奴才该死 重重磕头 将地砖磕碎了 一见武夫如此谢罪 方显真诚 狭义之人面对嘉靖的瞎眼不争 硬说齐大柱和海瑞有罪 如此表现才能表现心中不平 朱七心胸坦荡 毫无畏惧 可朱七的顶头上色 吕方可害了怕了 赶紧拿出态度 你反了天了你 来人 把他押到 陈红陈公那里去 听后发落 可朱七的耿直表现 是吕方万万没有想到的 如此大不尽 嘉靖皇帝真要动了怒 朱七怕是立马就会人头落地 所以 吕方赶紧命人将朱七扔出去 一来这是该管下属犯了错 吕方必须拿出惩治态度 二来这是救下朱七性命的唯一办法 同样被朱七打乱节奏的嘉靖皇帝 给出了两句话 用不着 无非是把朕这座金鸾殿拆了吗 拆了金鸾宝殿 你们个人也分不了几片瓦卷 这句话更严重了 严松 徐切 吕方纷纷下跪 朱七逐渐清醒过来 赶紧请罪 奴才无状 犯了天大的罪 奴才 这就自行去东城 听后处死 就冲这句话 嘉靖皇帝开始为朱七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砸碎一块砖 以添什么相干 朕也不要你死 这块砖朕也不换 朕还让你去审那个齐大柱 以海瑞有官办海瑞 与别人有官办别人 如果与任何人无关 就把那个活根除楼 让他过了小年 蜡月二十三 朕等着你顶这块砖 来把这地补上 朱七越是替齐大柱和海瑞说话 嘉靖皇帝就越不会杀了朱七 因为他说的都是真话 证明了他的忠心 戏中角色纷纷演出完毕 嘉靖皇帝开始为这出戏收尾了 紧接着给出了两道命令 其一 通窩大汉让政府司去审 牵涉到任何人 朕都绝不姑息 其二 逼着徐杰表态 审清通窩情势之前 海瑞要隔着代查 一切都在顺着严格老的心意发展 接着 嘉靖皇帝转向严松问道 严格老 这样办这个案子 严实分满一否 这句话要命了 堂堂大明皇帝办案 还要问及个臣子的意见 这个送命题来得太快太猛烈 严松该如何接 接着 嘉靖皇帝又给出了两道命令 其一 宽佑海瑞 但剥夺了豫王的举荐之权 其二 将海瑞调往江西 但不能于分一任职 出任新国县直县 严松赢了一个干脆 徐杰输了一个彻底 离开玉西宫时 严松昂首挺胸 徐杰低眉扶手 严党似乎又赢了 清流党似乎又输了 但是嘉靖皇帝的目的却达到了 严党的坟墓挖好了